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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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法医 山下五公里处打捞上来一辆汽车 怀疑是凶犯做案用的 大宝 你跟彪哥去看一下 好 我带你们过去 好 好 好 尽快 来 二位 他们是人专家 您好 您好 车泡水了 还有什么价值吗 看看就知道了 来 准备检查 车牌被人摘下了 车前有撞击的痕迹 车内 车内处于关闭的状态 这么看 车应该是停下之后 被人抛车 漏水的 表哥 车屁股还能提取任何指纹吗 指纹恐怕是没希望 毕竟泡了这么久 好 车牌被摘了 大宝 你去抄一下发动机的号 然后回头咱们去车管署 看一下奔驰车主到底是谁 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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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尸体多处的 窒息真相可以断定 是属于机械性窒息 锁钩成水瓶状 在井后提供 那就是说 凶手是从背后勒死的受害者 这个锁钩看上去 比一般的锁钩要宽一些 我听你 我听你吗 好 噓 你吗 我听isa 不是绳子 像是柔软的带撞物 如果山下那辆车 就是行凶车辆的话 可以猜测一下 凶手是从后排 累死受害人 方幻 剪一下指甲 好 回去做微量物证验证 大宝 副头头枕上有血迹 骗状浸染血迹 血迹呈条状往下流 在座垫上形成了一个少量血泼 出血量不大 看血流的状态 应该是普通的血管破裂造成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撞击头部 血管破裂 血流到头枕上 又流到座垫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辆车应该撞过人 而且 司机把伤者 放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那这车应该就是 嫌疑犯留下的凶车吧 有可能 大宝 你帮忙提取一下血迹 我去旁边再看看 好 你 从危容误腐败程度来看 他是十五天前死的 凶手十五天前杀死了他 然后今天早上又返回到现场 就是为了实验炸弹 这个案子气效得很 也要看看彪哥那边什么情况 大宝 你过来看一下 弹头 那头枕上的血迹 应该就是枪杀留下的 凶手开枪之后 把弹头放到了这儿 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自制土枪的弹头 而且自制土枪 打出来的血迹 应该是喷溅状的 血量会更大 而且如果在车里发射子弹 车窗户应该有弹口 山上的自制土炸弹 被粗盐腌制过的尸体 还有落水的奔驰 头枕上的血迹 还有土枪的弹头 看样子这个案子很复杂 土枪弹头也找到了 我们回去做一个检查吧 好 这具尸体就先放这儿吧 我已经通知了同事 一会儿把他送到事件室 我去冷冻起来 等待进一步的时间 好嘞 我们也提取DNA了 先确定食源吧 没什么事我们先撤了 行 �了 可我怎么还在这儿呢 幸亏铃铛姐不在 要不然她又该对狗猫过敏了 杜法医 你回青龙乡要是看到铃铛了 让她给市局刑警部打个电话 好多事儿找她呢 好嘞 这个小铃铛啊 就爱到时候猜 不要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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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啥 我刚又给铃铛姐打了个电话 手机还是打不通 你说她到底是手机关机 还是跑到没有信号的山里面去吗 铃铛姐平时不这样啊 随时都能联系上的 我刚拖了青龙香的警察 找到她之后 让她立马给市局回个电话 表哥 你那边怎么样 我在落水奔驰附加的头枕上 发现了喷溅状的血迹 怀疑是受伤者被车撞击造成的 不对啊 我们尸检的时候 死者徒步并没有损伤 致死原因是勒紧引起的机械性窒息 难道说奔驰车上的血迹 你是另一个人哪 这个是我在落水奔驰现场找到的弹头 有人在山脚水旁边开了一下 每一支枪都有自己独特的弹道特征 从弹头可以知道是什么枪对不对 可以 有太多问题着急去弄清楚了 她把我们得加快速度 好 可是铃铛姐的电话为什么还是打不通 她到底在哪儿 从现场的事件结果判断 死者死于勒井所致的机械性窒息 从魏容物的腐败程度来看 是我天前死的 今天凌晨三点 引爆土之炸弹的人 会不会就是杀死受害人的凶手呢 很有可能 数据表明 这个嫌疑人重返犯罪现场的比例非常大 从山下池塘打捞出来的车辆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通过发动机号 我们查到这个车辆的车牌号是 龙L38196 这辆车的车主是蓄日地产老板孙健 这个孙健是什么人 孙健 男 四十五岁 青龙乡人 早些年呢 她是做建材生意的 后来又成立了蓄日地产公司 近些年她在青龙乡 大面积的拿铁 身家这么大的一个老板 怎么会和这起凶案扯上关系 洛水奔驰蛋头 见见结果已经出来了 蛋头上没有血迹 应该是发射练习 技术组正在追查 这个强制的来源 有人用枪空射了一枚子弹 无论开枪者是谁 这都太不寻常了 铃铛有多久没跟大家联系了 三十个小时 目前电话也没法接通 那个枪该不会是铃铛的吧 不可能 现场用的是土枪 是 表哥 你在 车的副驾上 那个头枕上 提取到的血迹 跟铃铛的DNA做一个比对 好的 秦法医 你不会怀疑铃铛他已经 我预感不太好 大宝 立即调取全市的食品监控 从现在开始 大家全力以赴 寻找铃铛 散会 让我来救 знает 让我来救救 进来 报告 不是 您讨厌 北洋 White洋 土洋 孙剑 你是三天前才发现车辆丢失的是吧 是啊 这辆奔驰S600 是我在公司的专车 平时就我自己用 前段时间我去美国出差 回来就发现我的车跟司机 那个骑嫌不见了 打他手机关机 派人去他家找也是大门紧闭 不用讲那么多 你就讲讲你在美国出差的 时间段具体是哪几天 今天是六号 我是上个月十五号去的美国 原计划五号回来 后来有事提前回来两天 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他会龙番 不回家也不会公司 肯定有猫腻的 我跟你说啊 今年我找个大师给我算了一挂 说我有选宫之灾 指定让我住在这个酒店 没事不让出去 少说废话 齐鸣山那个受害者 死亡时间是十五天之前 这个瞬间没有做完嫌疑 那你讲讲齐贤吧 齐贤他是本地人 给我开车有三年了 今年三十二岁 单身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这我哪知道啊 李警官 我的车跟司机究竟出什么事了 你的车被卷入一起凶杀案 我们刚从池塘里打捞起来 不会吧 这 这大师算得可太准了 还有昨天下午 就这位市局里的林警官 帮你平息了公司里的骚乱 对对对 林警官 昨天下午帮了我大忙了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说 你也没问哪 去年我拿了块地 做了调查说没问题 上个月准备施工 突然跳出几个当地的村民 说我把房盖在他们家祖坟上了 那里人闹得特别凶 然后我当时就报警了 地级成功 上天黑 看你什么狗样 这个他妈的心肝难飞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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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干嘛呢 卉动 吵什么吵 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都是老乡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知道 这都是一伙的啊 就是在欺负老人 我咋 会啥 会啥 我会怎么办呀 你又算干嘛呢 你信不信我连你还揍过 我 走 救命救命 疼疼 知不知道你在妨碍公务啊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赶紧下来 不然全都给你们抓了去 走吧 找个担当 下来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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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后来我承诺给村民一些 适当的补偿 林警官也对闹事舍 进行了批评教育 这事就这么解决了 那你知道林警官 昨天下午是几点离开的吗 昨天 昨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吧 来 这是林丹的压刷和头发 快和车内的血气 做一个DNA比对 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孙剑肯定在隐瞒人 或者是林丹姐 提前去找了孙剑 调查公司的事情 掌握了孙剑的一些什么证据 所以孙剑 她就派她的司机骑衔 对林丹姐下手 可是在林丹来的前一天 孙剑就已经报了奔驰车 和司机的失踪啊 不过那个时间段 车内肯定没有 林丹姐的血气 你说她到底在哪儿啊 喂 李队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涉事司机 她已经失踪半个多月了 你那边呢 监控有没有找到 林丹姐的什么诡计 她是昨天下午 从旭日地产出来以后 回到了青龙湘警局 大概五点左右 她从警局出来 然后打车 去了鸡鸣山的方向 现在她的手机没有信号 我们没有办法定位到她 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调查 你记住 从青龙湘到龙藩市的 所有路口 一个都不能放过 现在就对了 服务 considers 制服务 你确认车内的雪姐是铃铛的 看来铃铛真的出事了 昨天下午五点 铃铛姐前往金明山 监控就再也查不到她的行踪了 雪姬对比已经证明了 奔驰副座的受害者就是铃铛 那她肯定是被连怀杀人凶手给带走了 铃铛她会不会已经被化妆化弹的脸谱了 你乌鸦嘴别说了 时间这么紧你们就别吵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个铃铛 但问题是现在上哪儿找啊 电话也打不通定位也没有 目击证人也没有 只有蛋壳和血迹 但这回我明明听到了鬼叫什么 思思的 草地上有新鲜的轮胎叶 你听到的声音 应该是汽车压倒荒草的声音 山下五公里处打拉上来一辆汽车 副座头枕上有血迹 怀疑是受伤者被车撞击造成的 难不成底下埋的人还会说话 铃铛车是否停在局里 在局里 他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回青龙厢了 前天铃铛姐让我帮他修车 但是我给忘了 我昨天才修好 走 金铭山 秦法医 你真的确定在金铭山上吗 事物天前 我在金铭山上买了一具尸体 用粗盐腌制 以防尸臭被人发现 一切都掩盖得很好 今天凌晨天亮之前 我在埋尸点的旁边 引爆了我亲手制作的炸弹 因为 这个地方 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我对这里有绝对的安全感和隐蔽感 你们说 会把林藤藏在哪儿 你的意思是 林藤就被埋在今天我们发现 尸体的附近 不是 附近 就在同一地点 我认为林藤就埋在尸体的下面 正因为如此 我们离开的时候 警犬才会在那儿逗留很久 不肯离开 今天早上我发现 埋尸坑的坑底 周围 还有棺材的上方 有大量伴随湿润泥土的小碎石子 按照当地的地貌只能说明一点 有人把下层土挖到了上面 所以 棺材下方被人袍洞过 大把紧张 我来看 哦 你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让我 特别 幸福的 让我特别 幸福的 过了一生 你们要好好的 活下去 放手说不需要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想你们 无聊那思念 再见 看着你的轮廓 快点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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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找到我了 我向你连说 我喜欢那幅长款的二华 你把它带给我 谢谢 我在四面线 怕你还没知道 这那天彼此 都不想分开 注意安全啊 爱我心中 爱我去 你再犹豫什么 不用害怕 我们的爱情 故事多难及 无所为之 爱我去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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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棺材 抬棺材 接着吧 真的还有一具棺材 接着吧 三个人 没辑联 我在思念有什么 怕你还没知道 刹那天彼此都不想分开 To tell you 没想起你的脸 守住这爱的梦 看苦在你身后 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 怎么样了大夫 患者的情况基本上稳定了 但是因为患者长时间缺氧 导致了昏迷 对心脏呼吸系统脑神经 造成极大的影响 最终能否恢复意识 那就看今晚了 这个凶手太过分了 他居然想活埋铃铛 他就是想把铃铛机给杀了 然后不让其他人知道 我只要铃铛 在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面前 怎么样都行 那个春天的风吹红了脸颊 他抱着一束花 好看吗 还说他真的很傻 时间悄悄走完 你怎么能带耳环 这不是耳环这耳机 我刚刚在那边拿的 我爸从小就是看到别人耳朵上 有那种不灵不灵的东西 我就特别地羡慕 但是我选择当警察 所以没办法 美和萨不能双全嘛 对吧 没有错过彼此 还管什么 我还是要后悔的 你说我是不是还应该 把这首长一点的好了 这回要好看 有你这张脸谁看出来了 是不是 没错过彼此 下面来到铃铛的电台 呜呜 我身边坐着轻发一 他现在在等着耳机 轻发一 哈哈哈哈 那颗春天的风吹红了脸颊 他抱着一束花 女孩说他真的 你干吗呢 你觉得我有可能 上你的车吧 这是患者的衣物 先封在这里吧 谢谢 是真是假 可是我们错过了彼此 夜里是谁为你守抗 请问你 你这样一遇上怜苦案 如果还要 你就有点紧张焦虑 放松点 我会不会错过 好 你来吧 如果没错过 李队说治疗这种创伤障碍 需要很长的时间 首先要让幸存者适当暴露 在合适的地方 不但内疚和羞耻感地 将尽力暴露给他人 其次要学会自我原谅 过去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 所能做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表达出真心实意的道歉 避免在未来还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 我们一定要学会责任的重新评估 如果幸存者觉得自己对某件事 有重大的责任 试着把这件事拆分开来 分析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他 是他无法前进 最终帮助他重新建立起 信任自己和他人的能力 接下来 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让他能够把这个经历 认认真真地讲出来 你还说他真的很傻 时间悄悄走啊 不等他回答 男孩离开了家 终于还是浪迹天涯 可是我们错过了彼此 这次能救回灵铛姐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这个凶手实验过爆炸装置 而且手上还有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冲弹科告诉我们凶手正在练习用枪 他熟悉枪制以后 很可能会继续作案 而且铃铛失踪以后他知道 我们一定会全力寻找铃铛 他的下一个目标 可能马上就会到来 这是目前一号嫌疑人 奔驰车司机骑险 三十二岁 未婚独居 性格内向 关系简单 在续日地产呢 他从不和任何同事交往 只负责给老板孙健开车 孙健在国外的半个月 公司的人都没有见到这个期限 我们搜查过他的家 家里的东西落了灰 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也没有发现 制作爆炸装置的材料还痕迹 他邻居说 他已经有大半个月 没有回家了 而且我还查过他的手机 手机的通话记录 这半个月内的全都没有 我还调查了齐贤 所驾驶的奔驰车的 车辆的监控记录 监控画面显示 他进出过程有好几次 但每次司机 要么就是带着棒球帽 要么就是带着墨镜 根本就看不到正理 这个人很有可能 是在刻意躲避监控 还有一点 我在询问 旭日地产的老板孙剑时 他说 灵铛姐前天下午去找过他 但是 问的都是一些 跟孙剑涉黑相关的问题 你说这个举报人 到底是谁呢 齐贤有没有可能 是在孙剑的授意下 对灵铛姐下手 齐贤消失的时间 是半个月前 我们在鸡鸣山找到的辅师 也是说的半个月前 我在想会不会齐贤 就是第一个受害者 我马上去看看 DNA跑得怎么样了 你准备了 我觉得 你那是现在 有机会 我手势就要 幸福 谢谢 我 谢谢 幸福 你 不过话说回来 要不是你 我们真的是一辈子都见不到林当姐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都过去了 你找到了林当姐 那我一定要把害林当姐的那个人找到 根据DNA的比对 对 证实金鸣山上的腐蚀就是骑鞋 同时我对被毁的炸弹装置进行了检测 检测到血迹样本 应该是凶手制造炸弹的时候 我不小心掉下来 该血迹样本与奔驰车的方向盘 采集脱落的皮屑DNA比对一致 应该属于凶手 现在可以确定 杀骑鞋 制作爆炸装置 试枪都是同一个线命 尽快锁定此人 大家对新案情还有什么看法吗 我认为凶手是青龙襄人 因为他非常熟悉鸡鸣山的乱坟岗 他对爆破一知半解 但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他有枪 加上做爆破实验 说明他要报复的对手 目标非常强大 强大到难以得手 我在偶然间呢 发现了凶手一些作案规律 在后座 用绳子勒死副驾驶上的对手 参照的是电影《教父》里面的手法 撞死人后呢 把人藏在车里 参照的是看不见的客人 用炎烟制尸体 参照的是香港电影《王探》 至于处理铃铛的手法 是一部美国电影《博卖》 所以他才要学习电影里的桥段 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非常了解齐贤 看来凶手 要么就是了解齐贤公司的员工 要么就是和齐贤在大排档聊过天 有一定熟悉度的时刻 他是一个友谊 李队 我认为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首先要缩小范围 先查一下半个月前 海鲜大排档的监控吧 也许能找到凶手和齐贤的蛛丝马迹 好 就按你说的办 先一会儿吧 我来看看 不用 我得第一个看到海铃铛姐的那个人 我得记住她长什么样子 下次让我逮到她 我要揍她一顿 那你继续 听 那个是齐贤吧 没错 就是她 好 盯住了她 快进 听 这个人是不是在走向齐贤啊 把她放大 记住她的样子 记住这两个月 她和齐贤有过几次接触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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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马上 吧 怀念着你的气息 和那熟悉的坏脾气 偷偷地告诉他 怕你还没知道 找出这寂寞味道 放手说不需要 可待开去 活在思念谁 心要放在哪里 将忍着悲伤 向你飞奔去 可待开去 活在思念谁 是为你在呼喊 忘不了那思念 一瞬间只有你 在我心中 爱过去 你在犹豫什么 不用害怕 我们的爱情 故事多难及 无所为之 我还在思念谁 可我还是没知道 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起你的脸 守住的爱的梦 堪固在你身后 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